一个分享后的快乐的故事 每一个吃货都是一个快乐的灵魂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大家一起吃好吃的 大家一起吃好吃的 哇,这么多好吃的 黄鼠狼在原野上发现了一个口袋 打开一看,乐坏了 这么多一次肯定吃不完 黄鼠狼发现了一个装满食物的袋子 狐狸、狸猫和猴子跑了过来 黄鼠狼连忙把口袋藏在了身后 嗨,你们都好吧 嗨,黄鼠狼小弟 你也好吧 我们在找好吃的呢 说完,他们就走了 黄鼠狼偷偷把这袋好吃的藏起来了 好险啊,好险啊 要是被他们发现了 肯定会吃个精光 黄鼠狼决定挖一个洞 把口袋藏起来 藏完了 黄鼠狼松了一口气 不行 要是我忘记藏在哪里了 怎么办 黄鼠狼会想到什么主意 对了 在藏口袋的地方插一个牌子 不就行了 嘿嘿,我怎么这么聪明 插上牌子 黄鼠狼放心了 黄鼠狼在他藏有食物的土堆上面插了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好吃的在这下面 这样一来 别人马上就知道这里有好吃的了 对了 只要插上好多一模一样的牌子 别人就不知道哪个是真的了 嘿嘿,我怎么那么聪明 然后黄鼠狼插了一个 两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好多好多个牌子 上面都写着好吃的在这下面 这三块 马上就会被发现的 于是 黄鼠狼写了好多好多 多多的 多多的 非常非常多的牌子 非常非常多 很多很多 多多的 多多的 要再多插上几块 黄鼠狼把这块草原上都插满了牌子 这时 黄鼠狼叫了起来 哎呀 哪个是真的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了 这可怎么办 就在这时 大家又跑了回来 怎么了 这些牌子里 有一个下面埋着好吃的 这些牌子里 有一个下面埋着好吃的 黄鼠狼 还是忍不住告诉了小伙伴吗 哎 真的 我们来帮你找吧 是这个吗 是那个吧 小伙伴们都帮黄鼠狼找了起来 找到了 是这个吧 听到狸猫的喊声 大家都围了过来 啊 就是它 谢谢你 多亏大家来帮忙 黄鼠狼高兴快乐 大家一起来吃这些好吃的吧 哎 真的吗 谢谢你 黄鼠狼小弟 你真好 小伙伴们终于找到了 嗯 真好吃 嗯 黄鼠狼小 能和大家一起吃好吃的 真是太幸福了 好的 今天故事讲完了 最后 黄鼠狼和小伙伴们 一起分享了自己的美食 分享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独乐乐 不如重乐乐 每天我都会给你带来精心挑选的故事 不想错过更多精彩故事可以订阅我哦